每日一季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 是一个伞子 雨伞的伞 伞字的国语特一是 斯岸伞三声伞,伞三声伞 伞是遮雨遮阳的器具 以往是用竹面做成骨架 再用油脂做成伞面 也有绘上各种图案作为装饰的 但是这种油脂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目前的伞则以细金属做骨架 用布或塑胶做伞面 不仅颜色和花样富有变化 而且也便利折收和期待 要比传统的纸伞更加的美观而实用 伞字本来是这样写的伞字 后来两个字就通用了 如路由静虎女诗 女儿装面花样红 小伞翻翻乱荷叶 而南史王静伞 以利散覆灭 由此可知 这两个字在古代是同时使用的 不过现在呢 多用这样写的伞字了 此外还要介绍一个很容易写错 而且又常常用的丢字 丢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幽丢一生丢 丢在六书当中是属于会义字 由一和去所组成 是一去不返的意思 所以遗失了东西或抛弃了东西 就叫做丢掉 失去体面叫丢脸或丢人现眼 用眼睛暗示 就叫丢眼色 丢丢则是形容鲜红的样子 如俗艳当中有 早霞红丢丢 赏获雨流流 晚霞红丢丢 早晨大日头 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要说明的是 散字应该是写成五个人字 但是有许多人不注意 会把十字上面和左右 各写两个一字 而写成这样的散 这是不正确的 而丢字 根据标准字体的写法 是由一字和去字所组成 可是目前的千字 却是一撇 而不是一个一字 所以最后